主席 院長好 主委好 主委好 其實我之前 好幾年前有機會 那時候主委還在紐約工作的時候 我有機會去開會的時候 有去拜訪主委 那時候 紐約的辦公室 在馬達成的Downtown很漂亮 裡面還放了國旗 所以我那時候對主委印象很好 那主委現在我想問 甘比亞這個事是這樣的 早上 我們的院長說 其實好像跟 對岸有個默契 斷交但不會建交 那我這邊請院長跟主委看一下 那時候斷交的時候 我們林永樂部長是怎麼說的 他說 如果建交的話 他願意下台 第二個 這絕對沒有兩岸的因素在裡面 如果甘比亞與中國大陸建交 我願意負責 林永樂表示 外交部根據各方管道研判 整體事件與中國大陸沒有關係 沒有中國大陸因素 請問部長 請問主委 林部長有沒有說謊 我想林部長沒有說謊 因為當時的判斷 因為當時我們得到的所有的資訊 的確是跟中國大陸沒有關係 那現在已經經過兩年四個月了 主委我提醒你喔 這是林部長 在立法院 外交國防委員會 所說明的 他說這個事情完全跟對岸沒關係 可是今天 早上院長的質詢裡面就講很清楚 跟對岸有默契 所以沒辦法接受 因為對岸當時答應 不會建交 我想請問院長 這個所謂電話 有沒有電話記錄 有沒有公文 您說他們當初 口頭上說 不打算建交這個默契嗎 對 是的 這個是跟陸委會這邊說的 他們多次是口頭上表示 我們自己本身應該是有記錄 可是並沒有正式的 主委我想請問 他有無承諾 馬總統任其內不建交 他沒有這樣說 他說他只是說 他不會跟這個甘比亞接受 所謂 行政院長張院長說 所謂不能接受 是不是因為雙方有密約 已經講好了一定的期限 沒有這樣的密約 只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共識 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醜陋 因為他給我們看到的形象 是這個活路外交喔 好像是國共聯手唱 沒有中國因素 當甘比亞跟中國建交的時候 是陸委會主委 接到通知 是嗎 是的 昨天我接到通知 其實不是的 張院長 請問普瑞澤 什麼時候跟你提示 甘比亞的邦交可能會有問題 他不是這樣講 他是怎麼說 確確的語言我記不清楚 但是他在問我們 國際外交的時候好像提到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甘比亞這個國家 對不對 請問3月14號他跟你見面 對不對 應該是日期我要查一下 請問什麼時候斷交 3月17號 請問院長 當普瑞澤跟你講 甘比亞這個國家 你需要注意的時候 你有沒有警覺 請問你有沒有打電話給馬總統 請問那時候馬總統 有沒有處置這個事情 他當時的講法並不是在提醒 我們說人家快要建交了 我想市長 對 跟這個委員報告 我想他當時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政黨輪替之後 擔不擔心就是說 或者是有一些變化 是這樣的一個問法 市長 你也在這邊我搶請問 有兩個都是外交專才 請問8年前 的1月發生什麼事情 外交上面8年前 請問發生什麼事情 8年前1月 陳水扁總統 出訪哪裡 對不起我 我那個時候在民間 我對市長 我想請問 對 我要請問次長 8年前 2008年1月 我是在馬少爾 擔任這個大使 所以當時並沒有參與 這個 陳總統出訪 兩位都是外交精英 我跟各位講 2008年1月15號 陳水扁出訪瓜地馬拉 馬拉威斷交 2016年3月18號 馬英九出訪瓜地馬拉 馬拉威斷交 兩位都是外交精英 忘記8年前 那想請問 8年前 陳總統出訪瓜地馬拉 馬拉威斷交 這個事情現在 有想起來吧 我想這個 跟委員報告 當然就是 這個情況還是有點不同 因為這個 甘比亞 畢竟他終止 跟我們外交關係 已經兩年多了 他目前也不是我們的邦交國 對 次長我當然知道不一樣 中國還答應你說 我們不會跟他建交 我只是想提醒兩位 8年前 陳水扁出訪瓜地馬拉的時候 馬拉威斷交 請問那時候是針對血 是針對陳總統嗎 還是即將上任 即將在3月贏得大選的馬英九 同樣的 8年後 幾乎是同樣的時間 還出訪同一個國家 結果甘比亞跟中國 跟中國建交 請問 他針對的是誰 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 可是大部分的人的解讀 是認為說 中國大陸在利用這個場合 再送一個訊息到我們這邊來 給誰 送訊息給誰 給罵總統 我想是給所有的人吧 我覺得院長 主委跟次長 我跟你說這個事情很重要 其實8年前就發生過一次 8年後再來一次 我們的外交部完全沒有警覺 我們的陸委會接到人家通知 我們的行政院 院長 你知道普瑞澤來台灣之前 是先到中國去的 不是 他是從台北到大陸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不是有訊息 他要去中國 他會提醒你注意甘比亞這個國家 你並沒有跟馬總統通知 你知道馬總統 你3月14號跟普瑞澤見面 3月17號 甘比亞跟中國建交 你知道馬總統3月16號 在瓜地馬拉幹什麼嗎 他這邊很高興的跳舞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 你的國際有人跟你示警 這個事情 八年前發生過 這個事情 中國的答應 中國的答應 他並沒有跟你講明確的事情 如果照你們說法 我是很擔心 我是很擔心 中國會不會因為 福茂跟禍貌的關係 答應你說馬總統任期內 不會建交 可是因為福茂貨貌沒有過 所以你沒辦法接受他們建交的事實嗎 院長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嚴重在於 馬政府或是中華民國政府 要跟台灣老百姓講清楚 甘比亞這個事情 兩邊有沒有套好招 甘比亞這個事情 李永樂部長要不要負起責任 甘比亞這個事情 馬政府 跟對岸是不是有密約 否則 整個主控權操之於人 他要建交就可以建交 他可以延緩建交就可以不要建交 然後馬總統回到台灣 這個 古書說交其妻妾 說你看我活路外交做得多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兩岸的醜聞 是一個有密語嫌疑的事情 我覺得委員你的顧慮應該不會是 因為如果說兩岸真的有套招 對岸大可以在五月初才去建交 不用在現在建交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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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馬總統答應了人家什麼 所以可以延緩建交 馬總統沒辦法deliver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這個事情 所以你沒辦法接受 我還在問另外一個密約的事情 請 這個主委跟次長 我想問這個 所謂兩岸和密約 這是上個禮拜我質詢的時候 最後的時候我問經濟部長 知道 我當場說他你說謊 這是當時的新聞稿 院長我有請我的辦公室 跟你的辦公室聯絡說 我今天會質詢這一題 也請經濟部次長到 請看下一頁 院長跟次長 是這樣的 2011年我們海峽兩岸 有個核電安全合作協議 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不談核電發展 不談核電技術移轉 不談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或處理 可是我們在2000年1月17號 台電跟中國核公司簽訂意象書 這個事情在2000年簽完以後 一直沒有動作 可是2000年3月12號聯合報報道了 核廢料運往大陸 兩岸簽備忘錄的說法 一直到2013年 經濟部召開一個奇怪的會議 叫台電公司89年與中和集團簽訂 和平利用核能技術合作意象書之效力 即是法性延商 也就是開個會 討論2000年的備忘錄是不是還有效 異象書是不是有效 2014年 2015年 台電核能發言人林德福出國參加 兩岸放射性廢棄物技術交流研討會 談及將核能廢料運往中國 院長市長我要問的是 請問我們台灣老百姓知道的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是真的嗎 還是所謂和平利用核能技術合作意象書才是真的 我的辦公室 本席發了兩篇公文 希望經濟部跟台電回覆本席關於 這個所謂效力及司法性延商的會議結論 他給我回法是說 我必須設調閱委員會才能看這個資料 上禮拜五 我質詢完以後 台電回覆我說 基於前開意象書之保密條款要求 尚不宜將意象書內容公開 以免影響後續協商 院長 除了甘比亞有密約的問題之外 請問這個是不是核能的密約 是不是核廢料的密約 好 我要跟委員報告 那個我把整個時間序列稍微說明一下 在民國89年1月17號 在李前總統任內 暴奉行政院核定 當時院長是蕭先生 由台電跟中國核工集團 簽署觀營和平利用核能技術合作意象書 對不起因為我時間有限 請看下一個 這是台電的發言人 他的林德福總工程師